大家好,我是不但挪威NBA项目的馒头 今天我不讲馒头,我们给大家讲讲NBA怎么好玩 那我首先给大家讲讲NBA能写到什么 战略管理,主持运营管理,市场管理,人员管理,运营管理,项目管理 No,No,No,年轻人,年轻人,年轻人 在问题发现之前,我先告诉大家 NBA不仅能学习以上的管理知识 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同时管理知识 同时我们还能够培养学生的上天,入地,下海 那上天就是能够让大家能够有战略的高度 入地就是有截止地气的能力 下海就是有看问题的宽度 也就是说培养大家具有战略大局观的综合管理能力 如何获取这些能力呢 No pain, no gain 在既没有打名的时候 就成年人的高考从此班 学到7-11关了 那突然你想问 学习这么苦,还有时间玩吗 年轻人,让我来告诉你 NBA不光是可以学习,还可以玩 因为我们承载着全村人的梦境 看,满德老师告诉大家一个秘诀 上一秒还是直播间的Jacky老师 下一秒就会成为运动场上的网络球下网子 相信你自己,你也能做到 You ready? Let's go Ye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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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